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时政评论 网友群,中共谎言在曝光,相信中共的人会被害死 目前,瘟疫仍在中国大陆蔓延,但中共仍一如既往地在隐瞒 四年前,中共隐瞒疫情,害死无数人 现在,中共继续隐瞒疫情,将害死更多的人 对此,中国大陆民众必须高度警觉,不要再被中共谎言欺骗 1月1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 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获得的文件显示 早在2019年12月2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任莉莉 将近乎完整的COVID-19病毒结构序列,上传到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个数据库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疫情时间线表明,直到2020年1月11日 中共才向世卫提供有关COVID-19病毒基因序列的信息 据2019年12月28日这个时间点,拖延了两个星期 西雅图弗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病毒学家Jesse Bloom说 根据上述事实,至少在2019年12月28日之前 中国科学家就已经知道,这种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既然任莉莉2019年12月28日已将病毒图谱上传美国政府运营的数据库 按照常识,在此之前,她理应将病毒图谱上传中共政府的相关机构 也就是说,至少在2019年12月28日,中共当局就已经知道了病毒图谱 但是,中共当局却向世卫至少隐瞒了两周 在这两周里,对于即将在全中国、全世界大爆发的病毒,中共干了些什么呢? 不仅仅是隐瞒,还动用宣传机器和专政机器对知情人进行迫害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医生艾芬 看到一份病毒检测报告,上面写着 SARS冠状病毒,绿脑甲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制菌 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症炼RNA病毒 其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 可引起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积多个脏气系统的特殊肺炎 看完报告,艾芬吓出一身冷汗 立即打电话上报医院公共卫生科和感染管理科 紧接着,他将检测报告传发给他的一位当医生的大学同学 并特地在SARS冠状病毒,绿脑甲单胞菌,46种口腔 呼吸道定制菌这一牌子上画了个红圈 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 艾芬还把检测报告发给科室医生群,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艾芬发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就在武汉的医生中广传 2020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中共警方干了一件特别的事 对8名转发上述检测报告的医生进行训诫 训诫完了之后,一场全国范围的风口宣传接力赛上演 1月1日17点38分,武汉市公安局发布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通告 18点46分,人民网发表武汉8名散布肺炎疫情谣言者被查处 20点39分,新华网发表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22点02分,中央政法委官网,中国长安网发表 湖北武汉8名散布肺炎疫情谣言者被查处 1月2日,3日,中央电视台滚动报道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从中央到地方,非常多的党媒都在第一时间报道或转发了上述消息 但是,武汉市公安局认定的8名所谓散布谣言者 根本不是什么谣言散布者 而是2020年大瘟疫从武汉大爆发前的吹哨人 他们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 他们只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互相提醒而已 如果他们的预警能够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或许疫情能得到及时、有效控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但是,8名医生却在新年的第一天 受到中共专政机器、中共宣传机器的联合封杀 据艾芬医生讲 2019年12月30日晚10点20分 武汉市中心医院转发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 大意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 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 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2020年1月1日晚11点46分 武汉中心医院监察科科长给艾芬发信息 要求他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1月2日早上8点多 艾芬被催促去了医院监察科 受到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监察科领导说 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 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 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你是专业人士 怎么能够没有原则 没有组织纪律,造谣声势 监察科领导要求他回去后 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的口头传达到位 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 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 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 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艾芬自称是发哨子的人 也受到医院领导前所未有的风口压力 据大陆财新网2020年2月26日报道 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赵苏披露 2019年12月24日 医院将首例不明肺炎患者的病毒样本 送广州微远基因科技公司进行NGS检测 12月27日 该公司电话通知医院 检测结果显示 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2020年1月18日 微信公号小山狗发表 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一文 作者自称就职于广州市黄浦区一家民营企业 文中谈到 2019年12月26日 检测到一个敏感病原体 跟Bat SARS-like coronavirus最相似 整体相似度在87%左右 而跟SARS的相似度是约81% 小山狗透露 患者样本的采集时间是12月24日 在发现这个敏感病原体后 为慎重起见 公司将数据分享给中国医学科院病原生物研究所 请他们帮助一起做分析 广州微远基因科技公司 正好位于广州市黄浦区 这个小山狗很可能是该公司的科研人员 本文前面提到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任莉莉发布的病毒图谱 很可能是根据微远基因共享的数据绘制的 但是 任莉莉绘制的病毒图谱 在美国发表两周之后 2020年1月11日 中共才向世卫提供有关COVID-19病毒基因序列 中共的刻意隐瞒 是国际社会措施防范病毒全面大爆发的 具有关键意义的两周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专家表示 这两周时间可能对帮助国际医学界确定 COVID-19的传播方式 开发医疗防御方式 着手研制最终疫苗至关重要 在这两周里 中共还故意散布了一系列假消息 比如 2020年1月3日 中共党媒报道说 未发现人传人和医护人员感染 1月5日 未发现人传人和医护人员感染 1月11日 未发现人传人和医护人员感染 直到2020年1月19日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李刚达记者问时还在讲 病毒的传染力不强 可防可控 中共隐瞒疫情 打压讲真话者 散布假消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据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讲 2020年1月及之前 湖北省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更严重的后果是 疫情迅速扩散到全武汉市 全湖北省 全中国 全世界 感染无数 死人无数 据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艾芬讲 病人死得太多了 太多了 有些家属也不会说 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 而是跟医生说 哎 那就快点解脱吧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介于中共隐瞒疫情真相 致力于调查病毒起源的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 Kathy McMorris Rogers说 美国不能相信 中共提供的任何所谓事实或数据 纵观百年中共史 中共撒谎造成的大灾大难 实在是太多了 不仅美国 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都不能相信中共的谎言 2020年大瘟疫 从武汉爆发不久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凝视 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 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在目前疫情再次在中国爆发的险境中 唯有不信中共 拒绝中共 决裂中共 方可远离险恶 逢凶化吉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